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今次來到澳門的其中一個重點行程 就是會去被譽為澳門自助餐的頂樓 自助山那裏食鋪飛 聽過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有一些即叫即整的海鮮 所以今次都頗有期望 別說太多,大家跟我一起試試 Let's go 進來看見餐廳的面積都很大 有很多不同的座位 好像我現在坐的半圓的梳化位 亦都有一些靠近窗的位置 我看外面的東西已經設定好了 趁著別人還沒拿,快出去拍一下 一進來,就被魚缸吸引了 你看看多多海鮮 那些龍蝦,那些什麼都有 這邊就是日式區 還有凍海鮮 哇,還有賴尿蝦 雪長蟹腳 即開的生蠔 問了今天是愛爾蘭生蠔 Sashimi的區 有欺凌魚、甜蝦、油、金魚 北紀貝、三文魚等等 這個真是非常吸引了 回本位 這個是法式的煎鵝肝 全部都是法國那邊運過來的 哇,我聞到非常之香 原來右邊這個是鵝肝塔 鵝肝就在這裡煎的了 這裡還有一個戶外區是燒烤的 是巴西燒烤的 你看看這個 在這裡積烤 還有整條鵝魚 這裡也很吸引的 煙燻牛肋骨 還有牛腹肉 還有燒牛豚肉 哇,真的很吸引 這個就是剛才那條鵝魚 還有很多不同的肉類燒烤 哇,真的很吸引 怎麼吃得完呢? 哇,台灣區 哇,很棒啊 這些 台式臭豆腐 先鵝仔麵 雞翼有不同的味道 避風塘、海苔味、焦鹽雞翼 來到澳門當然有澳門的特色牛雜 很搞笑啊 港式的煎釀三寶 這些都有 點心等等 麵當 燒臘區 這裡才是的 有燒鵝、叉燒、油雞等等 這些叉燒都很美 這裡六點半有烤泉豬 七點鐘還有水煮龍躉 還有酸菜龍躉 七點半有兩款口味的鮑魚 時間就出來排隊拿 這個是新的 是四川口味的區 去到七月七日就沒有了 看看有些什麼 有這個龍躉頭腩 龍躉頭腩是辣的 我沒試過 小龍蝦、雞、魷魚酥、菜等等 口水雞和夫妻廢片 好像看來都很吸引 還有麻辣湯也有 喜歡喝湯的 很棒 這裡有五頓湯 還有一個很有特色的 人心雞湯 你看看 印度區 這些是印度卷餅 有很多口味 可以即叫即叫 印度咖哩雞 還有飯 這裡有意大利的雲吞 意大利粉 都是現做的 東南亞的海鮮 有魯巴薩 斯坑很棒 還有一些虎蝦 這一個就是 東陰宮海鮮大包 紅酒會牛味等等 這裡就是沙律和水果區 有不同的水果 包括現在當做的荔枝 這些就是冷盤的沙律 還有芝士 有些Cocca 這個伊比利亞 黑毛豬 風乾火腿 很棒 這個一定要吃 這邊就是蔬菜的沙律區 有很多新鮮的蔬菜 這個是即製的海撒沙律 過來中間這個甜品區 我給這裡吸引了 很多不同口味的雪條 和雪糕 這個木康布甸 很有趣 還有很多不同的蛋糕 這個可麗露很美 馬卡羅 還有馬德林餅 Tiramisu 飲品區都很大 我見到 這裡有些不同的茶 龍井那些都有 另外有咖啡機 這邊就是凍飲 有凍的茶 酸梅湯 蔗汁 蘋果 醋柚子物 還有櫻桃乳酸 想不到這裡還有手打檸檬茶 而且這裡還有一瓶瓶的果汁 這麼有趣 這裡還有汽水 還有這個什麼來的 楊枝甘露 椰汁 還有海底野 想喝酒 這裡也可以另外點 好搞笑 這裡還有涼茶飲 這個自助餐 我就是Full KK Day 訂的 它星期一至四的價錢 就是792元 訂購的連結和資料 我都放在說明欄裡面 你們自己看看吧 現做的海鮮 你叫服務員落單就可以了 例如龍蝦 可以選蒜蓉精 或者海膽醬焗 另外蝦蟹也有很多款 白蜆 筍鶴魚 黃立蒼 然後魷魚桶 黃花魚 這些都可以任吃 你看這裡就要另外加錢 但是因為我在KK Day 訂 它整個餐已經是包括了 下單不太久 它已經送到來很快 這個就是海膽醬焗龍蝦 是波士頓龍蝦來的 看來都幾美 真的 很多醬 哇 好像幾正 海膽醬 其實都很香 我聞到龍蝦 是很新鮮 焗過的味 而且都很鮮紅色 哇 你看 多正 試一下 真的非常新鮮 你也吃一出的 它是真的油水 新鮮的 很爽 很爽 很淡 跟一般的 凍龍蝦 相差很遠 還有它這個海膽醬的汁 很鮮味 不過沙律醬的味道會比較重 但是很配合龍蝦 很好吃 龍蝦這麼好吃 當然是再重新鮮 今次就試蒜蓉味 蒜蓉味的龍蝦 你看那些顏色 都看到同樣都是很新鮮的 整個部分 蒜蓉精 同樣都好吃 因為它新鮮 所以就彈牙 爽甜 各有鮮秋的 蒜蓉就吃到它的原味 但是因為它的海膽醬 又出色 所以加起來又很融和 所以我各有各好吃 那隻就比較濃味 這隻就比較原味 這個是黑胡椒蟹 看看夠不夠黑胡椒 咦 這裡整塊醬 正 不過蟹就好像不太大隻 醬汁我就覺得 挺飽味 挺好吃 挺有鑊氣 不過我覺得蟹 第一就是小了一點 第二就是肉 就軟了一點 比較薄一點 筍鶴魚 通常我們吃筍鶴魚 都是油炸的 加些豉油汁很棒 我第一次吃蒸的筍鶴魚 但是看上去都挺正 它跟炸的一樣 都是類似這個蝴蝶式 是不是 我不知道叫什麼式 這樣湯開一半 這樣做的 都挺厚的 這個筍鶴魚 試試看有沒有味 想不到筍鶴魚 蒸都好吃 很滑 不過我想可能要很新鮮才好吃 這個真是很新鮮 還有些豉油好吃 好像酒樓去喝的 蒸的石斑的豉油 真是好吃 這個柱 做中式海鮮 果然是有一手 蜆就選了最傳統的 薑蔥炒蜆 還有些蒜子 看上去都挺大顆 挺多 好像很棒 也是很甜 還有沒有沙 肉很厚 汁也很好吃 很有鑊氣 蒜子也挺夠軟 我覺得是不錯的 不過 份量好像比較大碟 因為如果只有兩個人 吃完一碟都很飽 它又不能選擇 份量 就是小一點 可能真的多人來吃會好一點 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回本位 這個是法式煎鵝肝 有一些是鴨肝 它說明是法國鵝肝 還有即煎 看到剛才的鵝肝山 都非常吸引 鵝肝外脆 內軟 很甘香 不過我覺得我這一塊 就熟了一點 如果它生了一點點 那就更軟滑 更加好吃 剛剛六點半 它就出個乳豬 叫了很多人都沒有人願意開金豬 唯有我 我這麼喜歡拍攝 對吧 這樣嗎? 對 開始 這個就是剛才的燒金豬 剛剛新鮮熱辣 正啊 燒金豬 真的很脆 剛剛即燒 真的很脆 很脆 還有這個肉呢 都很嫩 這個是泰國黑豉油 酥炸黃立蒼 反而筍鶴魚 不是酥炸 黃立蒼 是酥炸 反過來 這個酥炸好像挺出色 是不是? 有一點點炸蒜 好像很棒 看上去好像 過了一點點 過了一點點 過了一點點火 但是不知道行不行 可能因為皮脆而已 試一下 真的過了火一點點 剛才呢 就在夾的時候 感覺到 大家都有這個感覺 乾了一點 其實我是新鮮的 誠得出 有些些味 不過真的 炸得太厲害 變得 裡面就乾了一些 我就沒試過 泰式黑醬油是什麼味 不過感覺上 有點像新加坡那些 黑醬油的味道 都是剛才的筍鶴魚 好吃一點 太多新鮮 海鮮吃 所以冬海鲜和刺身我只拿了生蠔和油甘鱼 看上去都挺新鲜的 这个很新鲜,很爽甜 而且会有少少海水味,有少少矿蜜味 刺身就一般,都是一般的 我觉得都是主打吃生蠔和即叫即炒的海鲜 7点钟,又是有些特别的出炉,就是龙躉 几多人在这儿拍一条大龙躉 这个酸汤不算很辣,酸比较多 而且里面有少少粉丝 平时的酸菜鱼都是炉鱼 这个是龙躉,很淡淡的肉 而且是新鲜的,很好吃 摄影师拿了这儿的澳门的牛杂 看它的颜色就不是很深色的,不知道是否很美味 这个牛杂有肚子,肠子和肺 我一向都很喜欢吃肺,这里真的不错 因为它没有压的味道,而且它的质感很正 但是最好都不是肺,其实是个汤 因为这个汤是很舒服喝下去,它不会很咸,但很入味 我也觉得是,刚才我吃了萝卜,我觉得这个汤很好吃 萝卜吸收了的汁,真是超棒 我喜欢喝这个手打柠檬茶 因为它还有些苦瓜里面 苦苦的,不是很甜 很清热的感觉,很好喝 看它的巴西烧烤那么正,当然不能错过了 这个就是牛肋骨肉 这个就是牛肩肉 另外我拿了一个萝卜,还有我看到这些鸡翅好像都挺正 这两个牛肉都很好吃 这个牛肋骨肉很软 但是我觉得这个更好吃 这个我刚才说错了,这个应该是牛腹肉 有点像牛腩的味道,有质感 它是很香的,你看 它是凍凍的,有点像牛腩 还有很香牛味,这个很正 拿了一些熟食的海鲜 这个东南亚的丝坑,没有试过 还有一些虎虾 还有这个是四川的龙躉 看看好不好吃 口水鸡,还有这个台式的豆腐 这里的海鲜果然出色 这个丝坑很厚 我想这个做法,那些丝坑应该都不是很新鲜 但是吃起来都很新鲜,很鲜味 是有点辣辣的,挺惹味 虎虾也是很爽的 四川的斑头腩也不错 它都是新鲜的龙躉的头腩 不是急凍的,放了很久的那些 所以是挺好吃 口水鸡也挺滑 汁也挺惹味 我觉得不算很辣 反而这个臭豆腐也挺辣的 是麻辣的臭豆腐 麻辣汁是很香的 拿了三碗汤,最浓味是这个 花旗心竹丝鸡 然后这个就是人心鸡汤 这个就是海底夜毛花果猪腱汤 这三种我最喜欢是中间这个 人心鸡 对,人心鸡最好吃 因为它浓得来没有那么苦 它是少少回甘的 这种可能如果喜欢苦一点 可能喜欢这个 这个花旗心味很厉害 它的回甘味就会重很多 7点半就有鲍鱼了 有两款口味 一个脆椒 一个蒜蓉 那我就要蒜蓉了 都挺大 这个鲍鱼都很新鲜 而且你看多厚肉 蒜蓉都很好吃 其实它不定期出去拿那些海鲜 都挺好吃的 吃了那么多肉 当然要吃一些沙律菜 顺便拿来这个伊比利亚猪 哇,真是好吃 很有果香味 伊比利亚猪咬下去 是很香的油分 因为它是吃一些酱果的 所以是特别香的 自我餐就很少有伊比利亚猪 因为都挺贵的 甜品实在花多眼嫩 我都拿不完 原来它还有日式梳芙里班戟 它是刚刚做的 我还有拿了一个草莓雪条 这个叫马丽露 这个叫可德林 还有马卡罗 这个叫泰菲糖香草蛋糕 挺有趣 我都没见过 巧克力泡芙 椰子蛋糕 这个是巧克力塔 这个不是抹茶 这个是开心的草莓蛋糕 这个雪条有点像葛十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一只日本的雪条 如果是葛十棒 外面就是波茲汽水 这个是士多啤梨 里面是牛奶雪糕 好似那种味道 挺好吃的 这个质感不错 有八成相似 都很有空气感 不过蛋味不够香浓 还有面粉的质感就差一点 普遍的甜品质素都挺高 最特别的就是这种泰菲糖香草蛋糕 其实有点像泡芙那样的质感 上面有一些泰菲糖 我会说它可以黄泡芙衻壳 这个皮也很轻嫩 还有 killer honey奶蛋糕 这种娴套奶粉很香 这个巧克力泡芙都十分不错 巧克力让 biblioth Obrig 三个如果比较是有特径 就是这个特得 extreme 地质感 这些是法式的蛋糕 它就有香檸檬味 还有酱火蜂蜂 이 делает幸 enemies 此外面看不止 Hole iiku 有其实是鱷远就很乱 最港中国是160 蜡蜜的发酱 这种鱷雀爽的香檀 就是 Undezy 很多啤梨味 外脆耐軟 椰子蛋糕多個之中比較普通 它的椰子味比較淡 不太突出 這個開心果紅莓蛋糕 開心果味蠻濃的 它上面很軟軟 紅桑莓裡面有些紅桑莓的紫 吃起來蠻有質感 上面甜甜的 下面酸酸的 蠻醒悟的 這個朱古力塔的朱古力味 極濃郁 喜歡吃朱古力的 一定滿足到你 吃得很飽 果然這裡是頂級澳門自助餐 食物選擇非常多 大部分的質素都好吃 尤其是積叫積點的海鮮 這個應該是必食和狂食 這是重點回本位 雖然有很多食物未吃 但真的很飽 吃不下 如果有些我未吃 但你們覺得好吃的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次的影片分享來到這裡了 約定你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